福里乡公所首次举办 甲城青龙年客庄庆丰收乡亲 供下桌板区活动 10月5号在竹田村包装一名艇 政大举行 吸引众多村民以及各界贵宾参与 一群妈妈们围着一圈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客家传统美食 看起来相当好吃 福里乡各村都准备拿手的客家传统板石 现场满满的客家味道 活动以祭祀天神及包装一名爷揭开序幕 现场各村村民积极参与板石制作 各村间相互交流 展示出客家饮食文化的多样性 里面的料我们是做菜包 菜包我们是有放高丽菜 绞肉 香菇 葱酥 是这样炒一炒再去包 包好的时候再去把它捏成一条 一条这样这个菜包的形状就是这样子 莫及客家人说几把 几把 几把 我也不能说 这莫及非常的软嫩 然后用糯米去做的 昨天那边就开始做了 早上开始忙 谢谢美女 欢迎大家来吃 这里是福里乡公所首次举办的 甲城青龙年客庄庆丰收 乡亲共下座板去活动 10月5号在竹田村包中益铭亭盛大举行 乡长表示 透过板石制作的交流 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 客家的各种原来的那个年糕啊 或者是那个半 做一个每个村找一个特色来 找一个 找一个那个餐点来 大家用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模式啊 把这个原味来做一个呈现 活动不仅能够促进社区凝聚力 还能将客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为活动增添文化色彩 现场也提供各式传统客家美食 供民众免费品尝 让大家在愉快的氛围中 感受客家饮食的魅力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不理箱采访报道